蔡总统会晤麦卡锡之后美众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率团访台 总统蔡英文与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举行历史性会晤后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底台访问 预计7日上午拜会立法院 接着将召开记者会接受媒体提问 创下立院首例 访团隔天将与蔡总统会面 外交部表示美国众院外委会筹组重量及访团来台 充分彰显美国国会部分党派对于台湾的坚定支持 以及对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视 麦考尔在廷基平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访团在台湾面临中国威胁之际前来 就是要向中共传递美国支持台湾的讯息 蔡麦历史性会晤总统感谢美国支持 与麦卡锡称双边友谊是和平关键 总统蔡英文与美西时间5日上午在位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会晤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后共同发表谈话 创下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图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会面的记录 被视为台美外交重大突破 麦卡锡会后总结三大重点 分别是持续对台军售与加强经贸交流与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 蔡总统出席洛杉矶乔彦时表示 面对威权主义不断扩张 会继续跟美国及所有民主伙伴共同捍卫价值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蔡政府努力八年华游说 台湾国际地位达到高峰 蔡总统5日在加州会晤麦卡锡 去年8月在众议院议长任内访台的裴洛西虽然与麦卡锡属不同政党 但发表声明赞许美国两党议员参与此次会谈 华盛顿邮报指出 这次访问标志着台湾在过去八年 努力提升国际形象与强化与共享民主价值国家关系的高峰 华尔街日报社评以历史性会面形容此事 并指中国企图破坏台湾政治现状 因此民主台湾或美国跨党派支持力道建增 北京只能怪自己 另外 相较于去年前议长裴洛西访台时的大动作 北京这次面对蔡麦会反映相对平淡 彭博分析 国际形象与经济考量及台湾大选都是中国按兵不动的主因 巴拉圭四月底大选美官员优台孔在施邦交国 宏都拉斯三月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之后 总统蔡英文四月初走访瓜地马拉与贝里斯 巩固台湾与这两个中美洲邦交国的外交关系 凸显蔡政府在努力防止更多邦交国投向北京 但一些美国决策者与独立分析家认为 巴拉圭是近期最有可能与台断交的国家 尤其是如果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反对派赢得4月30日选举 有可能将依照农业游说团体所提要求 兑现改与中国建交的承诺 东北季风经增强北部转时凉周末低温下探15度 中央气象局表示 7日应有封面通过与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与东半部集中南部山区将有局部短暂阵雨 预估最冷时间点在8日晚间至9日清晨 北部低温下探至摄氏15度 9日白天起逐渐回温 气象局指出 随着季节变化 菲律宾东方海面开始有热带扰动活动的迹象 部分模式甚至显示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今年第一个台风 普发6000线上登记 11日推新版晚间60前登记当天入账 廉价期间民众陆续收到政府普发的新台币6000元 对于尚未办理登记的民众 数位发展部与财政部6日宣布 登记入账2.0版本将在11日上线 民众在银行营业日晚间60前登记 6000元可以当天入账 若晚间60以后登记 则在隔天入账 如果民众在非营业日登记 入账时间会顺延到最近一个营业日 马克宏防北京促习近平误挺俄国侵略两人各有所图 法国总统马克宏6日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寻求力劝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马克宏表示 为冲突寻找和平解决之道 中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乐见中国有意愿致力找出解决办法 习近平对此回应 在乌克兰危机上 中方坚持劝和促谈与政治解决 纽约时报指出 马克宏认为与中国脱钩对欧洲没有好处 因为这当中涉及巨大经济利益 同样地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在欧洲培养合作伙伴对中国而言有相当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赤道几内亚爆马宝病毒出血热死亡率85% 及管署提升旅游警示 随着边境防疫放宽 国门开放 壮游非洲的民众变多 但西非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生马宝病毒出血热疫情 染疫死亡率高达85%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提升当地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及管署发言人罗一军 呼吁民众不要前往疫情流行地区 如必须前往 应避免接触或使用野生动物 落实勤洗手及咳嗽戴口罩等 返国后21天内如有疑似症状 应警诉就医并告知旅游接触时 女大生出境失联另有五大专学生遭打工诈骗人滞留海外 台中静宜大学一名女大生3月29日与家人失联后 警方发现当事人已在3月30日出境前往泰国 泰国警方表示 这名女大生已在同一天转往邻国缅甸 目前驻缅甸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协助寻找这名女生 教育部4月6日表示 去年发生柬埔寨诈骗事件时曾发函各大专清查 目前各校通报海外打工诈骗共6案 其中一人已寻获返国 台中外议间强盗案 受刑人将建立于家未归刑事局发布查契 受刑人将建立因强盗案被判刑6年 原本在台南监狱服刑 因表现良好 今年1月间申请至台中外议间服刑 还剩4年多刑期 将建立日前申请返家探亲 预定4月6日下午返监 但由家人开车载至监狱外后 将建立未回监狱报到 余假未归 台中监狱已向台中市警察局报案 辖区分局加强查契 并由刑事局发布重要紧急查契专案 开箱老照片 您买过房牢邮票吗 为庆祝第十届世界卫生日 1958年4月7日 台湾省卫生处房牢协会 房牢巡回车在台北市 为民众免费做胸部X光检查 二战后结合并盛行 房牢协会为了筹措免费 帮民众做胸部X光检查的经费 发行慈善纪念票 因尺寸与设计跟邮票很像 被民众称房牢邮票 但不能用来寄送信件或包裹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事件 明天再见